中国的强大是必然 世界上只有三种国家 中国 美国和其他国家 中美的对抗 是未来的三年 五年 十年 世界的大事件 有些东西是确定的 没有中日关系 没有中国和欧洲的关系 只有中美关系 很多人说张老师 我一个小老板 你讲这些东西 会不会太大了 同学们 我们都是时代浪潮下的 一朵小小的浪花 今天我们在这里做生意 今天我们在这里做企业 我们的生死存亡 我们的未来的发展 难道跟国运没有关系吗 我们都是分享了 时代红利的人 如果今天不是2023年 是1945年 我们会在这里讨论商业吗 讨论发展吗 讨论你公司要不要上市吗 我们没有资格讨论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今天不是在中国 我们今天在叙利亚 那我们今天能够 组织这样的会吗 组织不了 所以南华锦教授说 中国将行三百年的大与 东方崛起是一个趋势 我们领先了四千七百年 这两百年到三百年 我们打了个盹而已 所以我们不叫崛起 我们叫复兴 不管今天有多少人去黑我们 怼我们 中国的强大是必然的 中国的强大 不只是中国人的需要 是全世界人民的需要 天下苦美久矣 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 对吧 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和平和太平 包括今天的人工智能 欧洲有机会吗 没有 第一是欧洲现在没钱 第二欧洲在高科技上 在新能源技术上 在人工智能上 在前年的基础学科研究和应用技术的研究上 欧洲没有机会 日本有机会吗 日本也很难有机会 所以日本失去的二十年 未来还会再失去十年 包括原来的世界五百强 日本的企业可能占了百分之四十 现在呢 这个比例已经越来越少 曾经的丰田轿车 在整个中国大陆摇摇领解 现在呢 丰田本田的销量 在中国大陆锐减了一半的销量 所以日本在前沿科技上 日本的机会也没有 那全世界 新能源 高科技 人工智能 只有两个国家了 就是中国和美国 还有包括 接触了非常多的一些投资人 一些非常顶级的投资机构 有钱的 也只有这两个国家 中国和美国 所以年轻人的判断 很准啊 你现在问今天的00后 05后 他们说世界上只有三种国家 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 英国其他国家 日本其他国家 俄罗斯其他国家 所以中美之间的较量和对抗 它是一个大事 逃不掉的 上次我在成都讲课 有一位经济学家 也分享得很好 他说我们要韬光隐晦 我们要低调 我们倒是想低调啊 你觉得现在还能低调吗 还低调得了吗 人家都把我们列为敌人了 为什么言来不列为 因为言来都看不到我们 怎么会把我们列为敌人 其实你如果真正了解 美国这个国家 也就几百年的历史 美国人骨子里是非常傲慢 示弱是没有用的 低调和韬光隐晦也是没有用的 只有欲强则强 所以以我浅薄的认知 我认为美国设定的 一系列的制裁的法案啊 贸易的冲突啊 其实本质上就一个 中国强大 它不想我们强大 科技霸权 金融霸权 话语霸权 它一直在制定这个世界的规则 我们只能听它的规则 可是你不想我们强大 我们就不强大了 我们要参与世界规则的制定 这件事情挑战了它 那个时候中美关系是挺亲密的 我们卖一些鞋子袜子给它 我们赚了贸易顺差 我们又买了美国国债 我们最大的外汇储备是美元 可是当我们去做高科技 当我们在不断地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 我们希望和全世界做争议 不要再通过美元结算 通过人民币直接结算 科技在挑战你 人民币的国际化在挑战你 这些所有所有的一切 都让他很不爽 但是不爽有用吗 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人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 我们其实身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 这个特殊的时代 是我们父母那一代 和我们孩子那一代 他可能没有吃过像我们这样的苦 受过像我们这样的挫折 打击打压 威胁也好 等等也好 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是见证了 我们从一个弱小的国家 没有话语前的国家 经济很落后的国家 不断地在强大 逐步地站在了世界的中心 越来越拥有话语权 所以我们这一代叫做 身在盛世 五倍当自强